大家好,我是蒙恩 就是我今天终于感受到那种作为老选手 然后每年都要重头再来那种心酸和无奈了 就是不管你是谁 就哪年的大王也好 哪怕领导也好 OG天花板也好 只要每年这个脱口秀帝国的真正的幕后黑手李诞 他在微博上喊一句 脱口秀大会开始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得跑过来 就为了逗他笑 我觉得这就是李诞这年的找乐方式 风火系诸侯 今天更过分了 上面还做一小太子 比赛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不光比赛压力大 我感情上也不太消停 因为我前两天我刚跟我女朋友吵了一个架 就是因为我不想跟他逛街 就是因为每次跟他逛街实在是太煎熬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男生是喜欢逛街的 真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商场里 见到过一个男人真挚的消融 没有 没有一个男的会像应小天一样逛商场吗 你连逛两次还来 没有 所有的男的都拎着东西一个个都是这样的 跟湘西江市一样跟在后面 然后我女朋友每次都要问我 说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我真心觉得还行 她说我在浮衍的 然后下个我说好看 然后她又问 那这件好看还是这件好看 我说都好看 她又觉得我在浮衍的 那种感觉好像我在做那种 以前的情感杂志那种测试题一样 对吧 就第一题 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A好看 B不好看 C还行 我选C还行 跳到答案页 你是类型B 浮衍型男友 好了我重做一遍 第一题 第一题我选A好看 好 跳到第二页 第七题 这件衣服好看 还是那件衣服好看呀 我选C都好看 跳到答案页 你是类型B 敷衍型男友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一定不能说 她挑的衣服不好看 因为如果我否定 她的审美的话 我的女朋友 就会对我说一种语法 这种语法叫 疑问表威胁 你觉得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觉得 你不太好看 你觉得这件衣服不好看 没有啊 好看的呀 那你刚说不好看 刚刚我疯了 我就喝个奶的功夫 三点多了 所以我现在看衣服 完全不看它的版型 设计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只看我女朋友的脸色 她每次只要一问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跳出一个小太监 这老佛爷今天是怎么想的呀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所有男生 都有这样的困扰 你想要和女生 非常舒适地逛街 你只要做到一点就OK了 就是别把自己当成男朋友 你把你当成她的男闺蜜 真的 因为有一回我在街上 看到一个女孩 和她的男闺蜜在逛街 然后女孩还是很正常嘛 就是你觉得衣服好看吗 然后那个男的直接 男客死了 你永远不要穿这样衣服 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那个女生 就乖乖地去换衣服去了 我觉得我掌握了 这个事情的奥义 这时候我女朋友 从十一间里出来了 她问我说 你觉得这样衣服好看吗 我说难看死了 她说滚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所以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想好和她 跟她辩论一下 就是既然 既然男生和女生 就不适合在一起逛街 那为什么 你逛街一定要带男朋友呢 她只很霸气地 回答了我四个字 她说 因为我有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 我这背这句话伤到了 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 问另一个人 你为什么带她出来 她说因为我有 她说那句话的表情 就好像一个200年前的 美国奴隶主一样 我觉得她都不是在误化我 她在奴化我 好家伙 我拿她当细细公主 她拿我当汤姆叔叔 而且最惨的是 我们这样的男朋友 和那些奴隶比起来 我们一辈子 不会解放的 因为永远不会 会有一个男的出来 代表我们天下 所有的男朋友 替我们发声 然后她站在南京西路的 步行街上 大声地喊 I have a dream I will never go shopping with my girlfriend again 恭喜孟恩 谢谢 谢谢 Emma孟恩一样 就是 其实很 我后来想了一下 这个问题 很简单 为什么逛街 一定要带男朋友 其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商场 允许牵驴进去 驴也太好使了吧 拿得多没废话 逛累了 你还能坐在背上 切一会儿 而且最关键的是 你的驴 永远不会去看 其他驴的女主人 这个只是一个 很小小的一个段子 然后但是我在 线下演的时候 一个大哥说 这个段子让我感 他觉得不舒服 他觉得我冒犯了驴 然后他说 他说 为什么你拉东西 就想到驴 牛也能拉东西 为什么不说牛 我说大哥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联想而已 就像你想拉东西 你自然会想到驴 你想喝牛奶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 经典有机奶 每一百毫升 有三点八个原生乳蛋白 别说你想喝 牛都想喝了 谢谢大家 我是沐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